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是 一个人贵旗有多深 你就看他这个地方 英国的政治家塞米尔斯·麦尔斯说 一个没有原则和没有意志的人 就像一艘没有托和罗盘的船一般 他会随着风的变化随时改变自己的方向 没有原则的人 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 迟早会从空中坠落 最后的结局一定不会美好 没有原则的人 面临抉择的时候是被动的 也是很难去实现人生价值 说到做人的原则 我们应该都看了不少 听了不少 学了不少 不过我觉得 不管你看了多少 听了多少 学了多少 最重要的是要做到 并坚守自己做人的原则 如果抛弃原则就能了解眼前的困境 抛弃原则就能获得金钱 地位和权利 抛弃原则 人生的路可能会走得更顺 事已至此 还要坚守原则吗 当然要 你的原则不仅可以约束自己 同时也能保护自己 不过 它最重要的作用 在我看来 是为了不让自己迷失方向 忠于自己的内心 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活出自己 一 有原则才能获得尊重 我的朋友最近跟我说起 职场上的苦恼 他虽然只是一个普通职员 但是在公司的时间也不短了 算起来是部门里的老职工 可现在不仅得不到领导的赏识 连新来的年轻人 都没有给他尊重 我知道这位朋友的性格 他性格软弱 是个老好人 只要别人开口要他帮忙 他不情愿但没拒绝 甚至在聊天的过程中 有人打电话来寄钱 他拧拧拧拧拧半天 仍然答应下来 我按住了他的手 如果你想获得尊重 就从建立起自己的原则开始 在他的观念里 只要自己委屈就能求全 会有一个让其他人都满意的结果 其他人也会因此而抱有感激 但现实恰恰相反 电影《教父》中 有这样一句台词 没有边界的心软 只会让对方得尊尽耻 毫无原则的仁慈 只会让对方为所欲为 或许是受了现实态度的打击 又或许是我的话点醒了他 他把电话回拨了回去 和对方说自己手头也挤 连两千块钱都没有 对方的语气里 没有借钱该有的切去 反而是咄咄逼人的强势 我冲他点了点头 他深吸一口气 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 然后说 是的 后来的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面对同事扔过来 和自己本没有关系的工作 他在提出建议后 把工作丢回去 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在本职工作上 凭借着本来就不错的业务水平 很快获得了加薪 人和人相处 都在不断地试探对方的原则和底线 由此来规定日常的边界 就像是自然界中 动物会不断地试探其他动物的地盘 如果没有遇到猛烈的攻击 就会把这块地盘划归为自己的另地 底线就是我退一步 别人逼近一步 原则就是被打破了一次 就有第二次 所以在人际交往中 一定要用语言或行动 强调自己的原则 让其他人自然远离 而一旦有人触碰 就要急于回击 保证原则的神圣不可侵犯 只有这样 才能获得其他人的尊重 二 有原则是立身之本 新东方的创始人于敏侯 在书中写到他做生意的成功经验 如果做生意的时候弄虚作假 或者靠说谎 赢得了投资者的信任和注资 一旦着传的话 那差不多就是关门倒闭之日了 诚信就是我们做事情的最高原则 这可不是句口号 知道浑水公司与新东方大战的人 才能明白 这是真金白银的承诺 2012年 新东方受到了美国著名研究公司 浑水公司的攻击 浑水公司发布报告成 新东方涉嫌财务造假 这家浑水公司战迹显赫 从2010年到2020年 一共狙击过16家企业 包括分众传媒 好蔚兰 安踏体育 瑞辛等 其中有9家已经退市 报告发布后 新东方的股价 从每股20美元跌到了9美元 市值减少了60% 如果新东方的财务状况真的造假 绝对不可能从浑水之中脱身 但于敏洪心里并不慌 他清楚新东方从来没有做过假账 因为这是他的底线 终于在长达了一年半的调查之后 监管机构还了新东方清白 昆水公司对新东方的供给 画上了句号 在三年之后 新东方的股价突破了100美元 坚持原则是一个人 一个品牌 一家企业的生存质本 为了眼前的迎头小利 而抛弃原则 只会是捡了芝麻 丢了西瓜 近几年的电商头部主播威亚 在接受采访时 谈到自己选择品牌合作的过程 有亲戚朋友和威亚的妈妈多说好话 希望能让他们的商品能顺利进入直播间 但威亚强调 选品是我的原则 无论是谁来都不松口 近几年的电商直播火热 无数的人才涌进这个赛道 竞争变得空前激烈 与此同时 三无产品 产品质量差 售后服务没有保证等问题 也层出不穷 而威亚能够立在电商直播的潮头 成为整个行业的风向标 离不开他严格控制选品 定价 合作 物流 售后 等每一个关卡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大家会用自己的脚做选择 只有真正坚守原则的人 才能赢得信任 赢得这份信任 所带来的更大的利益 三 坚持原则 别辜负自己 我们可以通过花言巧语 轻易给别人一个交代 但没有人能够在 拷问自己的时候 骗过良心 不随波逐流很艰难 因此我们各种 投降自尽的趋悦 坚持原则可能会很困苦 所以我们赞叹 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桃圆米 无愧于心事崇高的 史书以极高的评价 夸赞牧阳十九年 不屈服的作物 我们在这些文化下成长起来 如果有打破了自己的原则 面对的将是更大的痛苦 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 梁露在追求齐通韦被过后 用父亲的权力 一直干涉齐通韦的职业发展 最终齐通韦屈服了 他取了梁露 但在婚后的每一天 他都在怨恨 怨恨者都婚姻 怨恨梁露 怨恨曾经的女朋友 不同样利用家里的权利拯救自己 他度过了眼前的困难 获得了更好的生活 凭借着梁露家的权利 在館场上如鱼得水 但是当无数次回忆起自己在操场上 跪下向两路求爱的那一刻 他唾弃自己 嘲讽自己 痛骂自己 辜负自己换取一时之地 这样的人生是我们所期望的吗 其实所有命运的馈赠 早已在暗中就标好了价码 别把原则当成硬桶货 去兑换市面上的账品 那样扫尸的不仅是原则 也是我们之为人的所有尊严 做人一定要有原则 再穷骨气不能丢 再富良心不能污 一帆风顺时陷阱要提防 遇到困难时信念要坚守 成功时先需要保留 失败时勇气要加强 人生多变 但是只要你坚守住 自己做人的原则 不管你身处何种境况 你我都能很好的应对 活得无愧于心 无怨无悔 一生很短 不留遗憾 有人说 这年头靠谁不如靠自己 话虽如此 但一个人有了依靠 才能够混得如鱼得水 才被社会感动 真正成为寒泪奔跑的人 往后余生 把以下这种人 请进你的生命里 这种人往往身上自带贵气 这个贵气不是天生的 而是因为他们都有这五个好习惯 也许别人不能给你很大的帮助 但他们可以为你的人生铺路架桥 关键时候推你一把 给你一番好心情 你就容易多了 一 身上带着阳光的人 让你感觉很温暖 也许你常常遇到心情灰暗的人 总是在你面前抱怨人生 埋怨社会 这样的人 活得不成功 但生意很大 让人很烦 有时候 你本来心情很好 但是被他一说 就引发了自己的负面情绪 马上就陪着他一起抱怨 聪明的人 主动靠近有阳光的人 一个人 心中有阳光 人生才不会变得阴暗 阳光的心情就像一盏灯 点灯的人 本来是为了给自己引路 但是你靠近那盏灯 也可以找到前进的方向 有一个故事 叫凿壁借光 一个穷苦的人 连点灯的物资都买不起 但是没有关系 从别人的家里 借来一点点光 也可以读书写字 可以点亮自己的人生之路 现在 还有很多人 在学校当旁听声 没有钱交学费 但是只要用心读了 依旧可以成为动量之财 往后余生 把阳光的人 请进生命中来 那么自己也会变成阳光的人 即便是寒冬腊月 也可以感悟到春天的温暖 温暖在心中 就真的可以助手生春 二 喜欢天真浪漫的人 让你越活越年轻 重返17岁里 有这样几句歌词 如果能重返17岁 那些眼泪你敢不敢浪费 直到经历过人生历练的点缀 才懂得纯真可贵 一个人越长大 越觉得天真浪漫很可贵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自己也变成了沉默寡言的人 每天都活得很累 看到镜子里有一根根白发 还有深深浅浅的皱纹 让人揪心 我真的老了 不服老不行啊 当你发出这样的感慨的时候 就是一副老气横秋的样子 如果有一天 你遇到了天真浪漫的人 是不是觉得一下子 就回到了年轻时光 那时候 遇到喜欢的人都不敢说话 一开口就脸红 有人喜欢自己 明明是知道的 但不敢靠近 只是把这样的美好 埋藏在心底 也许 你还记得第一次和喜欢的人约会 两个人都不知道如何表白 就一直默默地走路 走了很远 忽然有人伸手过来 就牵手了 这样的感觉 心都要飞起来了 你终于发现 和喜欢的人在一起 做什么都是浪漫的事 余生 把天真浪漫的人 请进生命里来 就是越来越靠近童年 越来越活成青春的模样 一个人太成熟了 真的不好 成熟了 有时候是老了 三 言而有信的人 是你事业上最好的贵人 一个好汉三个帮 一个礼拔三个装 遇成大事 就要善用别人的力量 在家里 夫妻同心 一起谋花未来 出门了 就和朋友一起合作 去远方的时候 也会遇到值得信任的陌生人 借历史历 人生才会扬断起好 我的朋友李逗逗 三十多岁了 还一事无成 去年 他开了一家早餐店 因为自己的手艺一般般 因此生意一直都做不起来 有一次 他的朋友李吉到店里吃早餐 向他推荐了一位厨师王华 李逗逗递提着酒 特意到王华家里拜访 还盛情邀请他到店里来做事 王华本来想推辞 但李逗逗很热情 他就不好补面子 就问李逗逗 我去做事是可以的 但是我要五千块钱一个月 不知道你能否答应 李逗逗一咬牙就答应了 王华在早餐店做了一个多月 但是生意还是一般般 收入才两三千块 眼看到了付工资的时候 王华以为李逗逗会反悔 不愿意付这么多 但是李逗逗言而有信 给了王华五千块钱工资 这件事让王华很感动 从此 王华就把厨艺交给了李逗逗 再后来 王华去了大酒店做事 李逗逗自己也成为了一名厨师 把早餐店真正开起来了 一个言而有信的人 运气不会太差 你自己要讲信用 还要把讲信用的人 紧进生命里 这样大家才会真正形成 事业发展的合力 四 充满智慧的人 可以为你指点迷津 每个人都有迷路的时候 如果有人指点你 就可以轻松回到正轨 如果你自己兜兜转转走下去 也许就是在绕弯子 绕了一个大圈 回到了起点 甚至到了什么位置 都不知道了 有人说 有一盏指路明灯 就是智慧之灯 能为你指路的人 并不一定是学父母居的人 但一定是看透了人生的人 他的智慧 是在生活之中 是百炼成钢 曾经看了一个故事 一个年轻人要到山顶去看日出 走到山脚的时候 遇到一位老人 老人说 年轻人 别往大路走 那里走不到山上的 年轻人偏不停 继续往前走 结果就迷路了 也错过了日出 年轻人的错误 就是不听别人的劝告 只凭自己的直觉 很多时候 我们就是那个年轻人 总以为自己是对的 到头来却是错觉 是错误的开始 俗话说 江还是老的了 多听一听前辈们说了什么 汲取他们的经验和教训 你就少走弯路了 关键时候 听别人说一句话 就可以让你少奋斗几年 因此 把智慧的人 请进生命 是明智之举 五 爱你如命的人 牵手了 就是一生又远 人生路上 陪伴你最久的人 不是父母 不是孩子 是你的爱人 你的孩子 长大了 就会远走高飞 建立自己的小家庭 你的父母 会比你早一步变老 无法让你依靠一辈子 唯有你的爱人 从你年轻的时候 一直陪伴到老年 把你的爱人 请进你的生命 就是把幸福的生活 请进了生命 也许 两个人平平淡淡 过了一辈子 但这样的幸福 才是难能可贵的 等你老了 还有人陪你说话 有人给你做饭 有人和你一起上街 就是福气 有的人 弄丢了爱情 结果老的时候 孤苦无依 连一个说真心话的人 都没有 一个人不管多么成功 如果活得很孤独 那也是人生失败 有人爱你 牵挂着你 走再远的路 都不会孤单 当你落魄的时候 有人鼓励你 常伴左右 才有信心东山再起 真正能成大事的人 讲究天时 地理 人和 你的生命里 有什么样子的人 你的人生 就可以走多远 如果你身边 都是积极向上的人 他们的眼界很宽 自然会让你认识到 很多新鲜的事物 你也会被他们心中的 那个世界所吸引 比如一个好的大学 这批学生都是高中 努力学习奋斗考上的 那么这些人在一起 肯定也会形成一个 比较浓厚的学习氛围 大家互相影响 不甘落后 最后的结果 就是大家的人生轨迹 都是往上爬的 所以 余生 把以上几种人 倾尽生命里 让自己如虎天意 愿你幸福